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盟工程硕士的一位嘉宾 那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认识詹渡古仁波切 目前呢已经跟随詹渡古仁波切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那他这一跟呢就跟了十年嘛 刚才我所讲的 而且呢是跟一天24个小时 一个星期七天时间那么久 我们非常欢迎罗生姆奥讲法师 谢谢 生姆奥讲法师你好 你好 那就根据我们刚才对你的一些背景的认识 你是一个理科生嘛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你走入伏法 并且跟随仁波切这么多年呢 刚才小时候呢 就觉得很就是想往这个科学 觉得人的这个科学呢 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可是呢当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你就学了越多的话 那就慢慢的就觉得说 这个这个科学呢 其实不能完全的解决 这个人类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寻找 找寻这些心灵上的东西 就是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接触到了佛法 然后接触了佛法之后 很幸运呢就是 接触了佛法之后呢 就遇到了 战斗古仁波切 在2000年的时候 就听了他一次开示 然后就好像几乎灌顶 然后就觉得 哦这原来佛法才是 真正能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 一个宗教一个好像哲学 不过它是超越哲学 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它的这个佛法的理论呢 从最人类最基本的这个需求呢 到最高最高境界的那些 正如空性和完全从这个 超过世界解脱的方法呢 它都拒全了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呢 所以我决定放弃我所工作的 那个科学 然后去追寻仁波切 因为他是因为佛法上市 他有非常冤婆的这个佛法知识 不只这样呢 因为而且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呢 都不时的都在落实这个佛法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跟着他这么一个大师呢 不只我本身 这个灵修可以得到提升 而且我也可以通过他 帮到更多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姻缘 那我们说你跟了十年嘛 那我也可以说 其实在整个课前来里面 是算你是最了解仁波切的这些起居跟饮食 跟任何一个生活的小习惯 因为毕竟你跟他 就是二十四个小时 七天都在一起 而且时间长达十年那么多 那我相信从你身上 应该可以听到很多 战斗过仁波切怎么帮助别人 或者是说护法多杰雄灯怎么帮助到别人的这些故事 那我想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吗 讲到认识这个多杰雄灯护法 其实在认识 差不多在认识仁波切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说有这个争议 因为当时达赖尊者去到台湾 所以他们就报导说 多杰雄灯的修持人被禁止 就是参与这个法会 所以说我也没有去再多多了解 然后之后跟着仁波切 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 就有一天就 就运来了一尊多杰雄灯护法这个像 仁波切也没有解释说他是谁 不过我看了那个像 我就知道原来是多杰雄灯护法 然后当天晚上就设立了一个佛坛 供了这个把这个多杰雄灯护法供上去 然后就做法会 就这样的 就很自然的 就跟着仁波切这样子修这个法门 因为我本身对仁波切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所以我不会去 当这个多杰雄灯护法出现的时候 我不会去怀疑 因为师父这样子做 所以我就跟着做 我觉得这样肯定不会错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 那你应该也就是 除了自己也相信这个护法之外 那你怎么看到这个护法帮到其他人呢 这很多很多故事 因为在跟着仁波切这么多年 从几个领域 从治病到这个解决这个 邪灵的问题 看仁波切帮人驱魔 还有看仁波切帮助人家 在一个生意上 事业上的解决这个问题 都看到这个多杰雄灯是怎么样以慈悲的方法 而且是以佛这个智慧的方法来帮人解决问题 因为人们就说过 如果你所祈求的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一些 神灵或者是护法的话 他只能看到你从现在到十年以后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会给你十年 大概只到十年那时候的那个指示 可是多杰雄灯护法 它是一个证悟的护法 他能看到从你现在到成佛为止的那条道路 所以他给你的那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那些劝告 都是从长计议的 不只是利益今世 还有利益未来 你未来到你成佛为止的那个整个过程 所以讲到故事 我就列举几个故事 比如说仁波切帮的资深弟子 陈桂霞 他在1992年就认识了仁波切 当时仁波切就教他念这个 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咒语 还有护法咒语 那他就花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来念这个咒语 念了完成了一百万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心咒 还有三百万字的这个多杰雄灯护法心咒 那就在大概六年前呢 他就是突然间发现了他得到的这个十道癌 十道癌是 在中医里面十道癌是这个四大难症之一 是非常非常难治疗的 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癌症 然后病发之后呢 而且还是第三期以上了 就非常非常严重了 然后仁波切就见了他 然后做了占卜 给他一系列的法会去做 修行去做 然后他也照做了 因为他对仁波切非常有信心 所以仁波切所叫他做的东西他都 照做 照做而且做得百分之百 这样呢在做了几年之后呢 然后他有一次他再去复诊的时候 奇迹出现 医生告诉他就说 你的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医生说这是千分之一的机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治疗的一个癌症 所以就是因为他之前呢 有做这个八年的时间 念诵了三百万次的护法咒语 然后再加上他对仁波切的信任 再加上他坚持的做这个一系列的法会 当时候仁波切给他这个指示 叫他送这几个经文的时候 当时候他还没有被诊断是有癌症的 对吗 已经诊断 你是说给法会还是给咒语 就是给心咒去念咒语 给咒语的时候没有 那时候是1992年 他一开始认识仁波切的时候 1992年 当时没有事情发生 就从那时候开始念 花了八年的时间 那你就是说了这个健康跟治病的问题嘛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驱魔 或者是关系到邪灵的故事 这个也有很多 就是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仁波切的时候 在新加坡 在一个公众的开示法会开示的时候 就有一个不是就是其他种族的一个母子 来那个孩子呢就被这个蛇精缠身 所以仁波切呢就当场呢 这个给予了一系列的这个方法啦 咒语啦还有亲自的就是加持他 然后让他就是 就是去 所谓我们所谓的驱魔这样子的方式呢 之后呢我再听说就是这个孩子 他就是逐渐好转了这样子 其实很多很多种驱魔的故事 因为他主要显示 这个多界众生护法的他这个法力 因为在佛教里面 护法他是不会伤害任何众生 哪怕是邪灵也好 他所我们所谓的这个制服他 就是降伏这个邪灵 而不是去杀死他或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驱魔的意思 其实是去降伏这个众生 然后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众生他去产生这个小孩 毕竟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因缘 然后所以护法 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 就是可能在带领这个众生 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然后让他让这个小朋友 也恢复自己的生活 那多界熊灯本身呢 他又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生活 或者是修行上 他有怎么帮过你吗 有就是我记得在 2010年的时候 当时我很敬爱的 我的婆婆我的祖母 他就突然间就有一天 我收到信息说 他得了这个肺癌 然后去检查的时候 已经是第四期了 也是末期了 然后人不去得知 知道了之后呢 就跟我一起呢 还有一些人呢 去他的病床堂 帮他做法会 然后加持他 然后就是很神奇的就是 可以看到 看得出这个加持 而且人不去用的是 这个多界熊灯的法门 可以看得出他加持的法力 因为在我婆婆过时的当天呢 她还可以亲自 亲身的去吃东西 然后换上新的衣服 平时他都是需要 别人去服事嘛 吃东西啊 这些日常的一些活动 也自己还可以打理 不过有庸人啊 不过你要想 这个已经是末期的 这个肺癌的病人 照理说他应该是 在很大的这个痛苦之中 可是呢 他没有一丝这个痛苦的 这个迹象 而且还会自理 自己换衣服 自己吃东西 然后就躺在那边就睡 然后睡了就去世了 他当时候几岁 他89岁了 然后当时他去世那一刻呢 我不在场 我在吉隆坡 然后任不切 我就收到了信息 任不切就当时呢 当场呢就教我 怎么样观想说 有多界熊灯 或者从一束光 化成一个僧人的形象 然后来把我婆婆的 这个心事带走 其实在这种观想法 其实非常有效 任不切有几次去 去丧礼 帮人组织这个丧礼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同样的这个观想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有时候 那些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 他们并不是马上的会离开 因为他们太执着 所以他们会 逗留 对 在那边逗留 所以任不切就会说 请你放下一切 然后有一个 看到一个僧人 他会把你带走 请你跟他去 请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就是经常 就是用这个多界熊灯的法门 请这个护法来 化成一个僧人的形象 然后非常慈祥的 把这个人的心事 带走 带去 这个更好的转世 不然的话 因为 如果 就是人家太执着的话 他 不离去的话 反而会 轮回转世 成 孤魂野鬼 所以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就这些种种的情况 我看到任不切帮过很多这些逝去的人 他们 他都是教他们 就是跟那个往生者的人说 就是说你可以跟住这个僧人 那个僧人其实是有多杰雄灯 护法化险 对 所以你在你的祖母过世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来观想 对 对 对不起 那其实在你的身上 或者是在 你也看到这个护法帮了不少的人 刚才你跟我们提了好几个例子 可是同时呢 我相信你也知道 这个护法很多人说它是邪灵 是 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邪教的 的一个信仰 对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还有为什么你会坚实的去信 相信这个护法呢 因为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是一个凡人 如果你有一个人跟我说 这是一个佛 你要修他的话 修他的话 我本身没有能力去判断 他可能是 仁波切说过很多次 就是有可能是 一个很高级的邪灵 他是不怀好意的 可是他会化现成护法 或是佛菩萨的形象 来到你面前 出现在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观想之中 然后就 一开始就给你 一些好的劝告 然后你就以信以为真 你就以为他是 真的是护法 你就跟他 然后之后呢 他就开始控制你 他就开始利用你 所以对我来说 我本身是一个 我没有这种能力去判断 我唯一能够判断 唯一能够做决定的 就是我看师父 那个人 他是修多极雄灯护法 我看这个 修多极雄灯护法的人 他是怎么样 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生活起居 他每天24小时 在做什么 如果他修的这个 是魔 而不是佛菩萨的话 我跟着他十年 每天24小时 如果是魔的话 肯定会在十年里面 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会有 一些破绽 对 又有破绽了 会出现一些迹象说 这个人 做方法 对 就可能在表面上 说这一套 然后在暗地里 就做另外一套 可是你在人不先身上 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在法座上 是比较容易说的 如果你读了很多佛经 你在法座上 你可以说出 非常对决的说 对 可是在你下了法座 你在人家背后 没人看到的时候 你的这些起心动念 就可以判断说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是在落实佛法 还是你是着魔了 所以我看到仁波切 24小时 十年里面 他修的外 就是六度波罗蜜 第一 布施 仁波切是非常非常慷慨的 对所有他见到的人 他的弟子也好 也是不认识的人也好 对 他都非常 就是对这个钱财 或是身边的东西 都完全没有执着 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钱 给那个人 能够帮到他的话 他就完全的就这样 就给了出去 非常的慷慨 可以看出就是 仁波切现在 他有一个 在客家常识中心 有一个仓库 里面就装满了礼物 有佛像 有佛教的东西 佛法的东西 这些都是人家供养给他的吧 人家供养的 有些是他上街出门 看到的时候 他上街出门也是 90%都不是在为他自己买东西 而是看到 这个东西可能适合这个人 我就买下来 所以他几乎买的东西 都是为别人而买 所以他那个仓库呢 装满了这些 种种要送给别人的礼物 送给别人 他是多么的慷慨 送佛像 送这个佛书 而且他非常就是 群力地教这个佛法 教导佛法 也是一个法布施 所以他修这个 第一个波罗蜜 布施是修得非常非常的好 第二就是持戒 布施持戒 持戒 他当了僧人20多年 他还是坚守他的这个戒律 完全没有破戒到 有一句话说 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是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小修行人的话 在荒山野岭那边 当然你可以就很好的修行 因为没有外界的干扰 可是如果你修行境界更高的话 你就可以在城市里面 这个灯红 灯红绿 龙蛇混杂的地方呢 你还可以把持住你的这个戒律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社 所以我跟着人家这么久 我看到他在这个城市中 这个灯红绿的城市中呢 他把持住他的戒律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这个偏差 所以我这个很佩服 而且因为很多人都说 其实修多杰雄灯护法的那些僧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修多杰雄灯法门的人 都是走偏的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在现实上面 你看到的人 而且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即使在充满诱惑的这个城市 喧嚣的城市当中呢 他还是把持他的巨族界 他出家界非常的完整 这是非常有佩服 就是你就可以看出了 修这个魔的人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子 肯定他是 对 他有一定的修为 对 那第三就是忍辱 这个更加 更加多东西说了 他从小一开始 他就被父母遗弃 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 肯定心中会有怨恨 可是对隆伯切 这么境界的人来说呢 他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耻辱 被父母抛弃 然后之后呢 他在去试验之后 他出来这个红尘 世界红法的时候呢 也遭到了很多次的背叛 就是弟子们 就是背弃他 背弃他 或者是弟子们的动机不好 就是他们成立佛教中心 就是为了恋财 然后就有时把他驱赶 从他自己的佛式驱赶出去 那种种的这种打击 这种耻辱呢 都没有让他变动摇 都没有动摇 他反而变得更加的慈悲 更加的精进 去要同仰这个佛法 所以在忍辱这方面呢 他是做出了这个百分之百的功夫 那第一是 波罗蜜直接忍辱 精进 那更不用说了 人物切每天都坚持做他的功课 无论是他多累也好 对我们来说 有点太累了 我就今天的功课就不做了 不过对人物切说 即使他在内 就是他会打瞌睡 会几次了 他还是坚持 做完他的每天的功课 无论是几点 他才入睡 然后他如果是 教导佛法的话 或是写博课的话 写佛法的文章的话 他会不顾自己自身的 这个身体上的酸痛不输 不是 他会坚持几个小时这样去 给别人开示 或是写那个文章 所以看到他精进的程度 是不是凡人的 可以承受的那种程度 那说到第五就是禅定 那禅定呢 人物切有这个神通 就是他能够 当然人物切不会去刻意实现 这个是有我们这些弟子 但是身边的弟子观察到 然后说给别人听的 他就是可以有时候可以预知到 这些个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指示说 你必须现在要这样做 就是通过他的 因为这种神通是你有这个 需要有这种禅定的能力 你才可以有的这种神通 所以有时候呢 他也会很厉害的 就是他会 他会知道一个人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法门 才能帮助他 因为人们有不同根器的人 八万四千法门 你要针对那个人 他的缺点和优点 给予一个修行的法门 所以仁波切呢 就可以看一个人 以他这个强定的能力呢 看一个人知道他需要什么 就这样给予一个很有效 我觉得陈桂霞那个例子 应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当时候他给陈桂霞 做这些念诵这些心咒的时候 他还没有被诊断 有这个病症嘛 对 所以他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察觉到 可能就开始准备 我相信肯定是这样子 然后说第六 智慧更不用说了 仁波切是充满智慧的 他所开示的佛法 乃至他处事的方式 都是以智慧行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一个修魔的人 他不可能 就是非常完整的 把这个六度波罗蜜 都修到这么样的完美 这么样的好 那其实我们在听过 圣表讲法师的这个分享之后呢 其实我们发现到 其实修多结雄灯的这些僧人 或者是大师 根本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 他们修多结雄灯法门 其实就是修邪魔 然后进而呢 就是破坏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清静 我们看到的呢 反而是仁波切呢 他更加的就是坚定的去修这个慈悲 跟弘扬这个佛法 我们说要怎么看一个僧人 是不是一个好的僧人呢 我们不外乎看的 就是他是否能够修持慈悲 他是不是能够平气 所谓的世间八法 然而我们看到 修多结雄灯的 占杜古仁波切 都放弃了所谓的世间八法 也做到了 像刚才圣标讲法师所说的 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感谢 圣标讲法师的到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